哎 起床了 你好 在那露营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过来的时候 快天黑了 然后就没往前赶就在这里露营了 那里到坤里面那个好一点 坤里 这里露营不是很近了吗 一公里 一公里 前面有个平尔 平尔关大桥那里是吗 不是 这个比较平尔关大桥 也是交界龙州了 交界龙州 交界龙州 哦 应该就是前面了 还有应该有两公里多 两公里多 应该有差不多三公里 嗯 在这里露营的话 我看没有就是去村里嘛 就是也不方便 就在正好我在户外嘛 一看这里宽快一点 能搭帐篷我就在这搭了 我觉得他们一来到我们这村呢 就近有人家那个广场那里就在那睡 广场 嗯 一开始我不知道前面 我就搜了一下 还有 那里有房子 这门休闲的 休闲的 嗯 如果下雨他们就在那里 在哪里过来 在东兴 哦 东兴 东兴 嗯 二百多公里 走两天了 走一个星期吧 一个星期左右 一个星期到这里 对啊 我走的慢 我就是慢慢走 我们不是一一天走 一百多公里 七八十公里 我就是一天走个 嗯 四五十三四十 就随心走嘛 那这里过去到龙灶 龙灶县城里 哦 三十多公里 我我应该到水口镇那边吧 是啊 对 嗯 下一站水口好像还有六十公里 嗯 你要往正西那边走是吧 嗯 对啊 我我要就是进云南嘛 啊 进云南走219全城219国道 你去云南呢 啊 我嗯 我打算去云南 就走这条线以后去 他都沿边公路 就是沿边公路 嗯 这个季节在南方骑车的话不冷啊 北方 在这里都 呃 白天都不冷的 不什么冷 冷也冷一点 但不过你坐车不冷的 过几天会不会冷 这几天都不冷 都是一样 这个星期应该下个星期可能 除非冷空气来不然不冷 一般估计这边也没有太冷 是啊是啊 北方都下雪 这边 这边从来没有 有 一般很少结霜 很少结霜 很少不知道多少年才有一次 哈哈哈哈 那挺好的 呃 到三五年这样才有事 三五年 嗯 结霜一般到十一月份 去去年的时候 去年好像是广 广西这边比较冷 穿凹了我听说 南牛那边就穿凹 嗯嗯 一年咱们七下话说很冷 今年 嗯 还行 东比我老家那边好 你比老家 老家哪里啊 山东 山东了 现在都零下了好像 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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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试试试出发准备 嗯 那个单车不好走 我 你有个人叫摩托车 哎 单车慢慢走呀 摩托车 一 一脚油没下去一百多公里 哈哈 没什么意思了 摩托车一般的一天走了 一百多公里 一百五公里 一百五十公里 一百五十公里 差不多 嗯 太快了 哎 累了 你还在摩托车啊 啊 所以嘛 我就走得慢啊 基本上就带着这些东西 慢慢走 今天天还挺好的 比昨天好 小鹰 嗯 这个是生子 生子 这个 嗯 多大了 还没到两岁 还没到两岁 嗯 舒适舒适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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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又在路上买的这个黄龙饼 什么 黄龙饼就是在口岸买的吗 给小孩子吃 看看他心了 哎 哎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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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谢谢叔叔啊 嘿嘿嘿 来 走了走了 看看就走一点 嗯 嗨大家好 我是大飞 刚才一个大伯过来玩了一会儿 他们家鸡 嗯 好像是在下面圈养的吧 过来喂鸡的 还带着那个小孙子 现在 收拾一下 准备出发了 嗯 9点多钟 现在离水口镇还有 60公里吧 今天 再往前赶一赶 收拾东西准备出发了 好 你自己写一下也可以啊 写一下就行了 什么 好的 你等下下面还有还有一个 像我们这个检查站 然后它上面是219 然后你从这边下去就要到冰桥乡那里 没到冰桥乡有条路上水口镇 然后你再到跟着那个二级公路 再去水口 要去水口的话 嗯 他现在就我跟你说吗 他现在你沿着沿边路这边到水口 但是你要从这边要 他不敢上沿边路了 不给就沿边路封了是吗 嗯 因为我我有装备定到水口了 我要去取 嗯 取完以后然后我再转到县城 走里面 不走沿边了就行了 就是你下去了 然后你你你你不要上去 你要往这边拐一下拐下去 拐下去 然后拐下去 下到有一个检查站 然后你不过检查站 你再往上走 就差不多到下洞 下洞 然后你再往右转 然后他就到二级路 你可以导航一条路去水口的 哦 到另一条路是吗 是啊 哦 行那我登记一下 好的 那现在是刚才也有 也有四个开着摩托车 他也说要去水口 我报乡政府 乡政府说不能走沿边路 不是说不赶你去水口 就是不走沿边路 不走沿边路 不走219 其他你走哪条路去都可以 那接下来219没法走了 219你们这外地的不改走 我们这些本地的超过12点 我们都不放行 超过12点就不放行 你看超过11点都不放行 比那个我们这条沿边路啊 23点 哦 26点 6月啊 哦 就是本地车都不行 本地车都不行 我们这几个村 我们都通知他 你要去干什么12点之前 不要再上11点以后 不要再上沿边路 行行那我就绕路吧 好的 你到下面一点有条到边桥 那你不要上沿边路 好的 沿边路现在疫情啊 你是哪里人 山东 山东 对 一个人 嗯 对一个人走219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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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过了疫情 我们过到疫情的话可以走啊 一天一万多 这就是越南失控了 所以 就怕越南人跑过来沿边路路 要是车带都会影响我们检查 一不一样的时候不知道它藏哪里 那我就走里面吧 没办法了 走不了 我想就是走这个219的 这两个月就这几个月 就是越南还没失控的时候 还可以走沿边路 如果越南那个疫情一失控 那我们就他们就政府就叫封了沿边路了 秋冬季219不下雨好走 其他季节多雨不好走 所以说才选择这个季节的 但是这些越南失控啊 失控 那你要是谁都来 车都来 行 那我看要不然就转214吧 走里面 走里面 你走里面你导航一下吧 行 那你导航好再走也可以 好的好的 下面还有一个卡点 还有一个卡点 那就是沿边路那一边不走了 哦 你就不要上沿边路就是好了 哦 你到你到下面吗 然后你走这条路到这里 走线到四五七 哦 行 好的 谢谢了哈 就不要走沿边路就好了 行 我三月份的时候我来了一次广西 从东京出发 那时候一直下雨 没办法 我又回家了 专门选秋冬季来走 哎呀 有这又 又风露 哎呀 等下有疫情过来你再来吗 就是这种时候来最好的天气啊 是的 秋冬季节没有雨 是啊 然后五十二我们这边温度要高 不像你这么冷了 我们老家那边现在零下冷 冷 都没冷下过最低也是十几度 十几度 是吧 有时候你这样起床鞋 有时候还要戳口袖 哈哈 有点热 是的 行 谢谢了哈 嗯 再见 慢点啊 好的 刚才听当地的边界说 就是越南那边疫情又爆发了 确实我也看新闻了 越南疫情又失控了 一天上万人 嗯 因为怕越南那边有偷渡过来的 晚上 十一 十二点以后 至早上六点都不允许 有人在219国道上行走 还有滞留 所以说 也服从当地政府 的安排就不在219上走了 然后就转内路 转内路去走 内路线 可能是214 或者是什么的 广西现在已经管控很严了 估计云南那边应该也管控 应该也很严 应该比广西管控的应该会更严一些 接下来有一条线道 线道 四七五还是四五七 然后走那边 然后绕道去水口镇 拿完东西以后 然后就准备绕回内路 走摆设那边 然后看具体情况吧 反正就是 不走沿边 沿边就是 防止有偷渡的人过来 然后接触了 有疫情 传染干嘛的 所以说听从当地指挥吧 还是要赶紧出发 走吧 够 这条路是线道四七五 可能要多走几十公里吧 这条就是刚铺设的线道四五七 还没铺设完 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这个风景 那是一个大屏障式的那个大石头山 下面还有个小村子好像是 这里是一大片的甘之棱 一大片呀 嗯 以前真的没有见过这么这么大片的 好大一片 这里是一个小盆地 这边我又看见了这个卡斯特地貌 这个岩石 前面可能还有很多 这边风景确实很漂亮 就是今天天啊有点热 21度吧 现在应该是22度 在这个乡间小路上骑行确实很舒服 这边的路就比较平展一点了 219的话起伏 基本上都是山路上坡下坡 这边路平展好骑不少 我终于知道了 原来这个香蕉 也是需要套那个 袋子的 原来套香蕉的袋子这么大 第一次见 我以为香蕉就是 嗯 挂在外面让它自己生长的 没想到也要套这个袋子 跟那个苹果差不多 这里是波村 离那个夏冬镇还有 14公里吧 今天能差不多能到夏冬 明天应该能到水口 我走了一天了 休息一会儿 这周围还是这个卡斯特地貌 基本上全部都是这样的 大石头山 这里是一个废弃的工厂 开票处 工厂已经废弃了 你看这个 这个地磅都生草了 都没人打理 以前可能是生产什么的 现在能 现在不用了 其实在这里露营挺好的 这里有水吗 水已经停了 嗯 这里也没有水 厂房 现在不用了 这 地方挺好的 能遮风打雨还能避寒 但是我就这些水 这个瓶子里也没有了 在这里休息一会喝点水 还有半瓶 等一会儿去前面 找地方打个打点水 再去找一个露营地 这里的话 肯定过去以后 肯定不会回头 然后再来这里露营了 哎呀 这腿又啪啪的 有点疼 这个筋还没有拉开 前两天好了的 这又开始疼 今天可能骑的多了一点 哎 风景挺好的 今天下午阳光真好 怎么样 这个位置 漂不漂亮 全部都是卡斯特地摩 那边那个山好高 这个夕阳真好 爸爸我可以在你们这里借一点水吗 对啊 借点水是吗 对啊 可以可以 可以 谢谢了 因为你干嘛 你去哪里啊 昨晚要救 然后 他说那边越南疫情又爆发了 不让走 不可以走啊 这是越南那边 对啊 不让走 然后把我赶下来了 行 谢谢了啊 行 谢谢了哈 在这里露营 应该可以 一个小平地 这应该是人家家里 您已偏离路线 已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还有12公里 到水口镇 今天不去镇上了 去镇上还要住宿 住宿的话 估计还要好几十块钱 在这里露营了 周围环境还是可以的 现在转到国道G358 这个国道确实好走 比边境公路好走 边境公路全是山 都是在山上修的 要是走国道的话 肯定速度就快了 今天就在这个平地这里露营了 这里露营应该是很好的 周围环境也很好 甘枝林都是当地农民种的 这应该是他们家里追的吧 这里也不会进村子 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那里还有树枝 应该可以做饭用 就在这里了 把这个切好的这个小葱 再放到一边 等于会做饭用 这个葱是昨天 做饭没用了的 剩下的 这个水已经倒到这个锅里了 小半锅水 倒了一瓶 应该是够吃了 正好烧一点喝 现在 离水口镇 还有12公里吧 现在是龙州县 为什么没去镇上呢 因为这几天可能 在水口这边 等快递 我估计有几家快递 还要三四天才到 所以说在外面住几天 节省一点资金 把这个水 先烧一下 这个水已经开了 这里还有一把刮面 最后一把了 全部 这么多呀 全下了 就今天这一顿 水是开的 这一把刮面稍微烫一下 这个西瓜面好弄 把鸡蛋搞里头 一共五个鸡蛋 五个鸡蛋 吃三个吧 留两个明天吃 倒上点酱油 哇靠 哇靠 盖子掉里面去了 倒一点酱油 倒一点 这个食用油 来上一点盐 这瓶辣椒酱 马上快见底了 还有一点 这瓶辣椒酱吃了一个星期 稍微放上一点 也不要放太多了 最重要的还有葱花 开饭了开饭了 这一锅 这炉子就让他上午先着着吧 把财务烧完就停了 满满的一锅鸡蛋面 这是半锅 大半锅 马上满了 没有水了 一瓶 一瓶矿泉水 加上 大半把瓜面 全部下了 开饭 就用这个锅吃了 不再蘸那个锅了 哇 这个味正好 正合我口味 这鸡蛋黄 就是有点干 没有水了 还有一个鸡蛋 三个鸡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219可能没法走 这边就当地政府都已经禁止在219上行走了吗 然后我可能会走国道 走国道的话 走内陆的一些国道 出发静西方向 这两天可能会在水口镇待几天 装备到了以后 再进行出发 喜欢的朋友可以帮忙点赞评论转发 加个关注 感谢大家的支持 明天见 明天见